這是去年貼身觀察柯文哲 訪日行程的日本學者小莉圓星星 在柯披荊華城弊案後有最新分析 他說目前的柯主席已經重創 青年人設 民眾黨的支持度 將會奏降 只剩百分之十 不過隨著北院的吳寶請回 小草門就將阿伯團團包圍 跨呼聲持續了五分多鐘 這樣的支持者向心力 真的只剩百分之十的支持度嗎 朝野立委有不同看法 如果最後柯文哲全身要退 完全都沒事 那個會來個反彈 我認為這個 對民眾黨的支持度 可能阿伯會藉這個機會 又鼓勵翻身 在台灣第三勢力的生長的空間 本來就有一些體制上的困難 2026以及2028 你現在還有蠻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用現在的這一個情勢 去論斷我覺得可能還言之過早 立委們的想法跟日本學者有落差 不過說到小立元的觀點 他認為情勢隨時有變化 柯文哲的政治生命 雖然不會就此終結 但要重拾去年的聲勢 恐怕幾度困難 大概可以判定柯文哲 打破兩黨制的挑戰 已經畫下句點 民眾黨的聲量會探底還是反彈 仍有變數 但可以確定的是柯文哲的每一步 將會左右民眾黨的支持度 華視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